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到载务即将要还清了 就在这个时候 因为教育部的监管不忠 同一公益董事 出卖亚太的校园 出卖亚太的师生 亚太创意基督学院 今年创下全国大专院校 史上最低2%的注册率 今天我们要再度站出来控告 这2%的注册率 不是校内的教职原生 不去努力 也不是少子化的结果 是一圣保全买下学校之后 可能另有意图 刻意不当的来办学 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 因为教育部的师则 公益董事不当的转移校残 造成校园的公共财 今天已经变成私人残 导致原有特色的学校 急速的濒临倒校中 从去年离圣保全进来之后 大概7月8月的时候 他们就提出了这么一堆 这么一堆的科系 让我们的校内的一些系所的主管 去写增设计划书 里面包含 跟我们本来学校发展特色 或者是地缘关系 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 比如说像金属艺术与设计器 航空器围物与管理器 游艇产业经营器 这些东西当然是需要大量的师资 跟设备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根本也没有看到 董事会投入任何的新的师资 或者是设备进来 那我们就去这些 当然在教育部那边 就没有办法去通过 那因为要增设这些 所以必须要把 我们可以看到表二 必须要把我们原有的一些 科系停招 这边就是列出来 实际停招的19系科 那最后只剩下 去年有招生的 最后只剩下观参系 最后只剩下观参系 单一个科系 做日间不试计的招生 就是去年105学年度 我们还有2000个学生 在经过一年之后 因为今年的差不多3月4月 那个时候学校也请我们 应该说有点扮强迫似的 让我们把二三年级的学生 转走针对这些停招的科系 所以今年大概剩下900人 那明年预期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因为107学年度 已经被剔除全国连招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大概只会剩下300个学生 请问亚太的师生做错了什么 教育部为什么要出卖亚太的师生 为何让原有16亿个校园公共财 变成疑圣保全的私人财 这是我们亚太师生第一个疑惑 第二个问题 疑圣保全入主之后 已经加速学校 濒临倒校 已经恶化到这么严重了 已经有400多个学生 被迫转学教职员离退 为什么教育部迟迟不惩罚 这个不良董事会 反而拖延堵支 最后一个问题是 亚太如果倒校后 教育部你会持续让不良董事 去做转型吗 转为其他机构 社府机构 教育机构 继续申请国家的补助款 来继续吞食人民的纳税钱吗 明天教育部即将要公布 1060年度各学校 大专院校的注册率 教育部也声称 透过这样的方式 就能够让社会大众有资的权利 让社会大众能够保障他的教育权利 但是我们要强烈的声明 公布注册率不足以解决问题 对于注册率不佳的学校里面 教育部应该要进一步清楚的区分 如果是有不正办学 甚至有掏空嫌疑的董事会和学校 教育部不应该是 方任这种学校继续存在 让里面的师生受害 而是应该要进行接管 才能够保障这间学校里面师生存疑 甚至这间学校也有可能可以继续办学 如果教育部只是不作为的 只是告诉社会大众说 这间学校注册率不好 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那反而是帮助这些 突婴元凶来加速让学校搞校 加速让财产私有的这个过程 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 教育部并没有真正的 把教育当作是一个公共的事业在看待 他把它看成是私人的财产 或是甚至把它认为是 由私人财产来经营 才会使得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种公共资产变成私有财产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认为整个少子化的过程 教育部第一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他应该要负责把这件事情处理完 那处理的方式不是就直接把公产 公共财产送给财团 这样就叫了结 这叫做言论道理 这样叫做鸵鸟心态 把自己呢 过去的错误 假装视而不见 然后就说没有这件事 反正就是完全由财团去负责就好 那这种事情我们觉得是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呼吁教育部 你应该依照私校法的精神 当一个学校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办学了 已经没有办法达成这个办学的目的了 你就应该要依照私校法 把它售归国有 售归公共 我们目前高等教育的资产 高等教育的资源已经非常的少 那我是在搞不清楚 我们这个这么重要的这些资产 为什么要送给财团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未来即将要退场 即将要退场的这一些资产 回归到公共使用的话 回归到公共使用的话 我们对整个高教的品质提升 才会真正有帮助 字幕提供了 决定 字幕开放 字幕开放 字幕开放